浩瀚无垠的宇宙也会发生重大刑案吗 美国NASA的行星探测器戴斯这两天 在3亿7500万光年外 捕捉到了万年难得一见的宇宙犯罪现场 犹如怪物般的超大质量黑洞 硬生生的把一个恒星生吞活泼 也让人类见识到原来在外太空 也有恐怖的超级杀手 人类有史以来拍摄到的第一张黑洞照片 4月首度公布 但模糊的影像让人意犹未尽 美国太空总署26号发布一支模拟影片 让一般民众更加了解重力扭曲时空结构的黑洞轮廓 黑洞虽然不会发光 非常难以观测 但当它吞噬靠近的恒星的时候 就会绽放出强烈的辐射 今年1月29号 科学家就观测到距离地球 3亿7500万光年的飞翼座星系 发生了一场世纪大屠杀 这样的宇宙大屠杀 每个星系大约1万到10万年才会发生一次 但是因为宇宙有几十亿个星系 所以科学家至今已经发现了40起类似的黑洞犯罪案件 这次纳萨的行星猎人戴斯 刚好就成了目击的证人 戴斯去年接替科普的太空万云镜 利用4G的相机 扫描20万颗临近太阳的明亮恒星 希望能在太阳系附近找到可孕育生命的新世界 刚好也幸运地记录下了黑洞吞噬恒星的天魂奇景 成名的编义